这是一个以战舰为至高武力代表的星子时代 此刻一艘战舰正在燃烧 远处巡洋舰的主炮正在充满 残破的战舰内 一名男子脸色无奈 他是王栋 一名来自地球的穿越者 他从地球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三四十年了 王栋看着四周燃烧的火鞋 他本以为凭借着五度戏 自己应该会有一个完美的力量 没想到却走到了末路 远处的巡洋舰已经完成了充满 巨大的光跨越星空而来 王栋沐浴在光芒中 感慨自己的意识 好不容易获得一艘火种战舰 却因为处事不密而被一路追杀 依仗着辅助系统的王栋 夫妇挣扎了十多年 最终难逃一死 就在王栋陷入绝望的瞬间 一声名声突然在他脑袋里 远测到宿舰即将死亡 是否启动系统的隐藏功能 时光回宿 什么 时光回宿 立即启动 收到 时光回宿功能 请不 请不明 该功能 这一次就够了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失败 费散的光破盖了这艘战舰 装甲和舰艇在光复中破终了 巨大的爆炸终结了一切 飞沙内恢复年轻的王栋脸色震惊 心里10103年6月1日 他真的重生了 王栋认出这熟悉的景象 这是矿区上的飞船 他生活了20年的地方 他连忙呼出辅助系统 熟悉的蔚蓝界面浮现在王栋眼前 看到辅助系统还在 王栋松了一口气 上一世因为有金手指的法 王栋每次都发挥出飞船的极限性能 吃入到矿区的深处 带回比其他矿工更多的收获 虽然王栋将金手指的存在演示的不错 但每次收获都更多 还是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而后又意外得到了一艘火种战舰 最终导致被靖家追杀了10年 想到这王栋眼中露出沙印 对于普通平民阶级 国种战舰遥不可及 但我只需静静等待 两天之后 他能去悟 我进你家 这一时 我一定要你们血在血城 星空中漂浮着一座巨大的空心站 这里是矿区二号入口前进基地 小行星带矿区 以空域条件复杂出名 越往深处变量越多 所蕴含的矿脉也就越丰富 深入其中的采矿飞船 稍有不慎 却是缠毁人亡的下场 王栋上一世 靠着辅助系统里的金手指 采矿总能比别人多数很多 是这一地区的明星矿工 也招来了不少极度的目光 总有人跟着王栋 想破解他的秘密 王栋关掉了自重力生成系统 操纵着飞船开始疯狂提速 飞船化作一道极光 直接撞向前方的密集的陨石带 这一举动把跟着他的矿工吓了一跳 急速狂飙的飞船内 王栋脸色平静 这种环境相比于真正的战场 根本不值一提 不闭着眼睛都能通过 变客之后 划着复杂的运动轨迹 王栋操纵着飞船到了小行星带深处 矿还是要踩的 重点是能量结晶 它的辅助系统 很多功能都要消耗能量结晶 飞船停在一块 巨大小行星上空 这是一颗犹态矿气矿 有着极高的价值 王栋稳稳地破开外层岩石 三个小时后 王栋驾驶飞船离开了这里 一百多吨犹态矿石足够它交开了 接下来的时间 就要寻找能量结晶了 十个小时后 王栋站在飞船货舱中 看着一块的不规则石头 又用了十个小时 终于把这块能量结晶剥离了下来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可只找到了三个单位的能量结晶 王栋紧握着手中的能量结晶 眺望着窗外的星空 还有一个小时 这要来了 等着我吧 国重战见 在米氏粒子干扰下 其笼罩范围内除了可见光之外 其他通讯和索迪探测统通通知晓 王栋被完全屏蔽了 与闲是一模一样战斧号在被追杀的过程中 潜逃并躲藏在了王栋所在的这条小星星在矿区内 王栋眼前出现两具武装机械人 四十年前发射 优点是战斗AI完善 能够适应多种用途 缺点是骨骼外落 缺少外装脚分保护 容易被大威力当兵武器克制 两具机械人左右挟持着王栋来到一个男人面前 果然 袁硕 我们又见面了 眼前这个男人伤势严重 王栋见一起长话短头 原来这个男人杀了定远星系靖家的三个庞系子弟 被列入靖家的必杀名单 而登上这艘战舰的王栋 也将会被视为同党格杀勿论 靖家就是号称动我一根草 命你满户口的卑鄙无耻之家 元术的目的就是让王栋继承他的战舰 又是你猜测的那样 我马上就要死了 现在这艘战舰上就我们两个人 在我死之前 我会将舰长的权限移交给你 你将成为这艘战斧号的下一任舰长 而王栋也明白 这看似一步登天成为新的舰长 实质是要扛下靖家的追杀 王栋也深知 元术他可不是什么面思心善的机缘老天 如果不合他意 恐怕会被毫不手软的杀了 所以王栋一言一行都要滴水不漏 让元术觉得没有所错非 元术将他的故事娓娓道来 话语间不断试探王栋 王栋沉着应对舰招拆招 元术很是满意眼前的新年 转身就给他注射了一针 元术给王栋注射了原家蜜蜜 这才把火中战舰舰长的权限汇赠于他 条件是需要王栋一年内杀死一名靖家嫡妻 只要完成就能得到解药 王栋不动声色地接下来这个挑战 这就是命运的转折点 脱离底层泥潭的台阶 我已经踩上 但这只是极点 上一次 我刚从极点出发就栽了跟头 此次出生 我要你们好好看看 究竟弄死谁手 舰掌权线转移完成 王栋也在第一时间获得指挥权 但王栋此时还不敢惊许王栋 依然保持着对元术的尊重 看着王栋恭敬的姿态 元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我只有 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 王栋有些惊讶元术的要求 但他也没有追问 他希望能够查阅元术之前留下的资料 解决目前战斧号的困境 在前世这个时候 王栋就是没敢提这个要求 导致战斧号遭受重创击之后 被迫采取激进的冒险行动 埋下于关 听到这个要求 元术虽然有些诧异 但也很快同意了 王栋抛开了所有固域 在进行一系列的操控后 战斧号朝着星空深处缓缓死去 做完这些操作 王栋松了一口气 元术看着王栋有条不紊的操作 便问王栋之前有接触过战舰的操作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法问 王栋谦虚地爆出自己在虚拟游戏 星海征途里的战舰 看着元术疑惑的脸色 王栋连忙转移化 元先生 为什么战斧号却只有一门主炮 哪怕加上四门副炮也只不过五门 火力会不会太弱了点 听到王栋的询问 元术不屑一笑缓缓解释 越高的攻击强度 越需要充沛的能源供应 但战舰的能源供应和 箭在火种的能力有限 能够融合箭在火种的制式战舰 只能拥有一个主炮插槽位置 元术目光深邃 仿佛陷入了遥远的回忆 给王栋介绍了火种战舰的尝试 种子舰队结合人类自身的种族科技 以火种源内剥离出的火种 与特定结构的战舰相融合 通过火种战舰特有的模块插槽 即使是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 所出产的造物一样 有可能能够在火种战舰被正常使用 王栋前世一直在逃避追杀 根本没有时间去接触 这些属于特权阶层的知识 于是主动开口问到 什么样的文明造物 能够作为舰在模块 为火种战舰所用 元术缓缓做了回去 脸色疲惫的你知道 具体条件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一个精确的判定方式 但有一点是公认 那就是寄托有某种信念 兼容性是火种战舰的一大特点 而火种战舰的另一大特点 是其成长性 听到这里 王栋目光一鸣 这才是他身上的战舰游戏辅助系统 真正的用武之地 元术继续讲述 依托火种可以进入一空间中战斗 击毁一空间的文明造物或生命 得到原点再搭配旺物资源 就可以对火种战舰搭载的各个舰戴模块 可惜王栋是第三任舰长 初代火种战舰的原点获取率是百分之百 之后舰长全线没转移一次 原点获取率却下降一半 到王栋这代获取率只有0.25元 王栋脸色有点难看 前世因为这个他可没少吃骨头 元术讲述完 转过身继续试探王栋 等你解开密钥的效果后 还是试着隐姓埋名 远赴他乡 看看能不能逃过进家的视线 王栋镇定地影响元术的目光也似不定 元先生 以靳家的禀线 当我成为战斧号舰长的这一刻起 其实我们之间就已经没有任何共存的基础 靳家对我来说 强大了不可抗拒 我一定善用这座战斧号 尽力强大自身 到将来的某一天机来临的时候 给靳家带来惨痛的损失 元术最后嘱咐完闭上双眼 现在时间紧迫 王栋也不敢怠慢 立即开始操作战舰远离了元新停留的区域 经过一番折腾等到战斧号进入了矿局深处时 王栋发现元术已然在无任何气息 看着逐渐冰冷僵硬的呼吸 王栋脸色有些不杂 但他还是恭敬的捕身起立 无论是靳家的仇 还是元家的人 我都会尽力而回 决定了元术一死 王栋终于放下了尾装 坐在指挥座椅上 打开了战舰数据库 五大标准模块分别是 主炮装甲引擎雷达能量互动 另外还有舰体结构 他相当于战舰的主体结构 装备品质分为绿蓝紫金色 战斧号上有一件金色品质的神秘色造物 渗流地头 以及一件紫色真品 悲剧月仙装置 前世王栋就是倚靠这两件魔块和司马家周旋 现在只需要等待这两件附加魔块完成缓冲后 王栋就可以回到矿霸二行继续采矿作业 前世这时候王栋正面临着司马德操的战舰攻击 如今重生王栋决心有仇报仇 现在抢先一步驾驭战斧号 顿入小行星带的身处 就能游刃有余地躲过金家战舰的搜捕了 这一次 先伪装成一名普通的星际矿工 暗中升起战舰 司马德操 金家 你们离毁灭不远了 王栋盯着面前浮现的屏幕 思考着目前自己的处境 前世虽然摧毁了司马德操的战舰 却没想火种战舰拥有黑匣子的功能 浮击战的时候 落到了金家眼中 他们根据作战风格推测出战斧后 已经更换了主人并锁定了这片矿区里面 正在进行采创作业的本地矿工 王栋操纵着矿坝二行 依靠量子纠缠化脑波变成激活系统 战斧号进入隐匿状态 几个小时后 回到了矿区临时基地的王栋 从矿坝二行下 没有露出半点异常 他像个普通矿工一样收工回家 今日后 KQ03星球阴霾的天空上 一艘艘体型庞大的星际飞伤划过 上一世战斧号逃过追杀后 就面临着能源问题 王栋为了购买低价能源块 泄露了身份 多了一封基于他的实力 想到这里 王栋忍不住内心的恨意 冲洗了一身疲惫 王栋准备去打几场星海征途 放松一下 很快系统给王栋 体费了一个女玩家 作为一个一级赛季 王栋被狠狠地鄙视了一番 游戏开始 对方就发起弄风 密密麻麻的能量炮弹 将王栋打得四处逃避 对方见此更是变本加厉 攻击问题 王栋的战舰随即掉头 做出一个紧急规避的姿态 同时主炮也已经充能到临界点 炮口瞄准了对手的战舰 完成阻击 局势瞬间逆转 他就战舰雷达 通通闪烁地锁定警报 对方大惊失色 随着一声轟人巨蜜 王栋的战舰主炮 判人开局 直接命令对手 游戏赢了 王栋刚准备再开一场 认识多年的好友 土土土也上线了 他们彼此在游戏里交手多次 土土土也算是他战舰操纵上的启蒙老师 两人一番嬉闹之后 王栋想起了一个问题 土土土现在就读的是 紫青王国的皇家寻天高等教育学院 王栋看着暗淡的通讯面板 脸色不仅有些低沉 紫青王国皇家寻天高等教育学院 重生一次 这次我一定要积累个足够的资本 把握住机遇 飞船停泊场内 即将开始一天工作的王栋 走进矿船停泊的位置 几个矿工聚在一起聊天 他们看到有火种战舰出现在矿区内 王栋猜想他们遇到的 应该是在搜索战斧号的 今天火种战舰 王栋操控着飞船 逐渐进入矿区深处 升级战斧号刻不容缓 一枚能量结晶 在王栋手上逐渐消失 战斧号能源得到了补充 每个月只需消耗一单位低级能量结晶 系统就能捕捉到一空间训号 在任何地点都能随意进入一空间战场 已经收到一空间训号 可开启一空间战场 王栋下令激活蜃楼系统 战斧号转为隐形状态 出现在另一片陌生的宇宙 战斧评价等级在五级以下 在一空间战场中 大概率会遭遇一级星际文明 超过五级后 则是二级星际文明居多 六等级的战斧号非常幸运 遇上的是一级文明 如若遇上二级星际文明 则会有些吃力 这个一空间文明拥有两千多头战舰 不过主炮威力太弱 无法穿透战斧号的能量不得 蜃楼系统完美掩盖战斧号的攻击 王栋开启了寻天雷达操纵战舰 实时数据兴起入地 王栋审视着对方文明的资料 准备收割一千元点 随着命令下达 战斧号锁定目标区域开火 对方遭受攻击气势汹汹的赶来 看着屏幕上庞大的舰队 王栋脸色不变 这些低级战舰根本够不成威胁 对方密集的炮火打在能量护盾上 却无法造成损伤 而战斧号每一次射击 都会摧毁大片战舰 转眼间对方大量战舰爆炸 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果 王栋却谨慎深地检查 战斧号的处备弹药 那也不错 时间也快到了 敌人还要尽量迁速战舰 去朝第二条战线 得找机会投入战场 不能再浪了 王栋干脆利落地选择撤退 积攒了足够多远点之后 王栋开启战舰改名功能 几番更改后 战斧号终于成功更名为池塘号 王栋看着面前屏幕 出现的战舰状态 许多未知的部件 都遭到了损坏 还好有原点直接修复战舰 避免了去维修场 增加暴露风险 就是这种修复方式 比课间还要课间呢 一个小时的维修时间结束后 王栋也盯着屏幕 下达升级指令 王栋犹豫了一下选择拒绝 虽然成长只可以翻倍 但池塘号潜力不足 王栋这一世 不会一直和这艘战舰绑定在一起 看着换人一心的战舰属性艳灵 以及密密麻麻的参数列表 王栋伸了个懒腰 彻底放松下来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某处阴暗矿区内 一艘庞大的战舰正高速航行 它不断发射主炮 轰碎前方挡路的雨时 原来是司马德操 还有进家十六子司马德了 十三哥 我这不是怕 袁树那套丧家之犬 破釜沉舟 来个绝地反击 把您给坑了吗 十六弟的好意 我心领知 日后定有所望 还请十六弟先回吧 十三哥 如果事情 真的像你说的那么顺利 你也不需要 苦逼到 在这个 基布拉式 鸟不圣诞的 小行星带矿区里 浪费时间吗 被司马德朗 当面这么嘲讽 司马德操 直接破口大骂 两人唇枪舌剑 话不投机 司马德操 脑落之余 也暗自发誓 战俘号传闻的 那件特殊模块 他一定要得到 联系重党 问他到哪了 怎么比司马德朗 来的还满 磨磨蹭蹭 以为是爱春游吗 酒店大厅中 黄栋来参加 同学聚会 顺便看看 能不能打听到 镜下的动向 黄栋刚一坐下 老同学陈林峰 却搬起啤酒后果 开始抱怨常理的不如意 想找个机会 到高地组绝领 适时能不能考上 战舰类的 中等教育学院 黑石岭最近准备 和高地组绝领 签署一份 有限开放贸易决定 允许黑石南绝领的 领民报考 高地子绝领的 中等教育学院 前是因为 吴浩德的通风报警 前方不决 也盯上了黄栋 黄栋又以 黑石南绝 私生子的身份 被接回南绝领 双方因此交物 导致协议泡荡 正在黄栋 想着前世的事情之时 两名漂亮的少女 走了过来 来人正是他们的 同班同学 李子清和丁林 李子清把丁林 塞到黄栋的座位边 麻烦黄栋照顾丁林 而见色望有的陈林峰 看到李子清之后 已然被迷得找不着位 在丁林羞红了脸 收画的时候 黄栋的目光 却被另一个方向的声音 起演了过去 是他们的班长正言 正言一见身 就宣布了这次聚会的目的 大家都是同学 不如一起前往高地子绝领 参加战舰学院的入学考试 争取一个 上火种战舰的机会 听着正言的鼓动 很多人都纷纷表示知识 一天吵杂声归 正言却是看向 王栋他们的方向 他打亮着 脸色平静的王栋 眼中泛起医药的事 聚会结束后 王栋四人准备一通规计 刚走没两过 正言追上来喊住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加入 他一起谋发展 见大家都没什么反应 正言言语比较不客气 他一一指出 从王栋以外的三人 持续现状下去 绝不会有什么好地 被说中痛点的三人 也不客气 一一反驳了回去 全都碰了丁子的正言 脸上的笑容没有变化 反而是直勾勾地盯着王栋 王栋同学 说起来 在班上我最看不透的就是你 高地子绝领的贸易协定 虽然允许黑师男绝领的领名 报考子绝领的中等教育学院 但实际上在协定的负责中 却规定了招收对象的范围 而我 认识一个人有办法让我们都进入 千方伯爵领第四商队 负责人吴浩泽 王栋听到吴浩泽这个名字之后 目光凝住 作为伯爵领的预备人才 我也有权力组建自己的小团队 而如果我们表现得足够出色 那么在为期数年的培养期结束后 甚至能够获得一艘火种战舰的指挥权 听到这除王栋另外三人都不由位置动容 但他们也明白 正言的团队其实是上下级的关系 所以他们需要好好考虑 于是三人依次提出问题 面对他们的质疑 正言也早有准备 考核的难度相当高 对于领袖的要求也很高 在座没有比正言更合适的人选 其人都饶有异动 这时沉默很久的王栋突然开口 先任天方伯爵 缺乏天分毅力 所以基本是他那浪荡三儿子在管理人才 这人就是个借着预备人才建设 考选美大会的品牌 至于火种战舰指挥权 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几人听完脸色震惊 正言听完寂静又嘎立马转身离开 他按下决心 如果真如王栋不说 必定要无耗则付出代价 丁灵响起他父亲说过 最近附近有两套 不像紫金王国的战舰出现 提醒王栋要注意安全 王栋思索着前世战家司马德韬后 要出来的就是司马德朗和司马仲达 司马德朗的肆无忌惮 让王栋更加紧闭 司马德朗是定家正派的敌戚的地 形势猖狂 司马仲达虽是输出 但就是他用计将元术逼到死去 王栋又想到吴浩泽最近收购到 一件紫色品质的键材模块 并且他的功能对池塘号很有用 吴浩泽 司马家 这次就让你们够有够笨 又是一天的采访日 王栋驾驶着勘探着二星 寻找能量炕 并幸运地发现斯卡利矿石 这是一种很少见的矿产 其内部常常包裹有能量结晶 终于把这上百东矿石 运到池塘号上 不知道能出多少能量结晶了 回到了矿场 王栋通过通讯频道 听到了矿工在扯的 悬赏关于火种战舰 极限在模块的消息 前世司马德朗就采取过类似的手段 现在吴浩泽又恰好 有一件高品质舰在模块 所以王栋也早已做好 获水东引的反制措施 一家赛博朋克风格的酒花里 各种嘈杂的声音混合着 王栋隐匿其中实时机 王栋乔装了几天 将天方伯爵第四商队 近期获得高品质舰在模块的传言放了出去 同时司马德朗作舰内 得到了三条重要情报信息 第一天方伯爵第四商队 确实运输有高品质舰在模块 第二近期司马德操的作舰 在小行星带矿区内频繁出没 第三黑石南绝岭与高地紫绝岭交接处 某一个星道团体 可能拥有一件高品质舰在模块 综合目前收集到的所有情报 司马德朗认定战斧号 无主自身的概率是最高的 而在这种前提下 天方伯爵第四商队 最有可能先搜寻到战斧号夺得天在模块 司马德朗随即下达命令 制定对战天方伯爵第四商队的作战计划 考虑到天方伯爵商队的不足实力 作战处建议司马德朗与司马德沃合作 司马德朗听到需要跟司马德沃连手 露出了阴险的调容 行 我亲自出马忽悠司马德沃 他偷证 变割后在另一艘战舰的指挥室里 司马德沃破口大骂 司马德朗欺人太甚 不敢要我打前阵 还要拿战利品的大头混账混账 与此同时 王栋正在家中与郑严通讯 郑严很感谢王栋上次关于吴浩泽商队的提醒 并向王栋偷误 吴浩泽此次主要是采购一批价值较高的矿产 他不惜代价让采购的价格上涨25% 采购量则下降20% 让吴浩泽吃了不少贵 而且他发现 进家的司马仲达好像也在放居 收集吴浩泽的情报 王栋听完脸色有些严肃 目前进家两兄弟确实盯上了吴浩泽的商队 否则不需要司马仲达亲自监守吴浩泽 司马仲达年幼便父母双王 与妹妹相依为命 前世司马仲达被司马德朗算计之后 妹妹又被某位嫡妻子弟用强步成对杀 最终司马仲达判处金家 出于报复金家的目的 我还在他危急的时候帮过他几次 司马仲达是个人才 在判处金家后 给金家带来的麻烦更大 如果能将他招揽过来 星空深处 池塘后采集到足够多的能量结晶 王栋短期内不用再为能源储备发愁 几天后 几个老同学再次聚在一起 丁灵担心这次吴浩泽吃别之后 不会就此罢休 王栋和陈凌峰接连安慰他 吴浩泽惹上的麻烦不是一星半点 之前关于箭在魔快的悬赏 闹得沸沸扬扬扬 最近矿星的几个本土势力 都已经开始行动 身为外来人的吴浩泽消息不灵通 难逃一捷 就在昨晚空杀商会的两艘突击舰紧急升空 空杀商会的死队刀 天护商队 还有翠鸟会馆 也都有所行动 说到这里 也寄人不免可惜 身为平民阶层的他们 无法参与此次规模空前的战斗 在此经亡国境内 除非获得某位贵族的赏识 否则平民阶层基本没有上升渠道 正言认为不如去邻国金鹊花联邦 通过统一考试获得阶层上升的机会 几人就此展开讨论 王栋为了不让老同学又踩进另一个大墩 向他们透露 当地与火种战舰相关的教育学院仅有一所 入学要求很高距离也是个大问题 看着几位老同学忧愁的脸色 王栋内心感叹 只希望他们能尽快从这次打击中走出 过段时间之后 我以死圣子的身份回归黑石男爵俘后 也能将他们召集过来 成为可以信赖的安定 从聚会离开 一辆豪华房车停在王栋面前 为了追踪吴浩泽的伤队 王栋不得不花大价钱租一辆房车 以度假名义自驾游来掩饰自己的行踪 王栋让房车开启自动驾驶到达一处荒野 同时池塘号抵他 王栋用战舰上的机械人伪装成自己 每日开车前往不同的景点 之后池塘号保持隐匿状态 朝着星空深处飞去 虽然池塘号已不是被追踪的战斧号 但是战舰现在状态还不完整 金家火种战舰和吴浩则伤对实力强悍 王栋想等他们跳舞之后再收拾残局 此时雷达星途上 也出现几个地方势力的悲传信号 池塘号保持自动航行远远跟在后面 而王栋则是来到战舰货舱内 处理分解这里的矿石 这时人舰在光脑突然发出警报 那几艘突击舰突然开始加速 隐形状态的池塘号 立即全速追了上去 此时在星空的另一端 吴浩则正在烦恼自身踪迹爆 前方突然袭来密集的能量炮弹 吴浩则猛然惊醒 快升起能量护盾 散步迷失利子 不要让对方有再度实施远程打击的机会 吴浩则冷静地下打一系列之力 当暴起突袭的两艘禁架战舰 却同时撑开能量护盾 笔直冲了过来 战场上炮火连天 池塘号所藏在陨石被免监控的战局 战场上司马德操的战舰高速向前冲 走过两艘战舰的拦截 榴弹也无法阻止它建议 但是就算是司马德操的突击 加上司马德朗的持续伤害性火力 也无法在一轮炮击内 解决一艘猴重战舰 两人必须在司马德操作际 消耗掉对手的能量护盾才能制止 就在王栋思索进家两兄弟的战术复制时 突然另一艘战舰从侧面杀出来 如常就是两枚导弹 是司马重大 吴浩泽商队战舰一下子陷入黄论 这是响尾蛇 能量敞重核弹 一枚响尾蛇加发射器的价格 都购买下半艘突击舰了 两枚响尾蛇一下子命中商队战舰 动能弹暴雨般攻击在兽双战舰的能量罩上 随着最后一道绿色的电枪炸弹 能量护盾彻底毁灭 装甲表面被不断蔓延腐蚀 毒蛇电枪炮是带有持续类伤害的主炮 性能比一般的动能炮要更强 指挥官阁下制定的突击战术 果然一举奏效 不愧是深得司马德操阁下少时的人选 一旁的副官拍着马屁 司马重大却有鼓揉不出 战舰上都是司马德操的金属 而司马德操袭击商队 风险极高收益却微乎其微 奈何司马德操一意不醒 他也无计可施 此时的战场上 一艘商队战舰被主炮命中击火 三艘进家战舰都朝着商队崖过去 吴浩泽惊怒不已 估计舰队立即上前 对方侥幸抖袭击成我方一艘战舰 但也不是毫无死伤 有限击我那艘护盾薄弱的战舰 吴浩泽接连命令三号侦察舰舰 一号向警备力量求援 二号与空杀商会等势力舰队交叉 三号继续保持警戒状态 吴浩泽商队挡住了进家战舰的冲击 司马德朗开始紧张 司马德操越战越勇 在战场上化被动为主动 而司马仲打这边却不做任何行动 他内心只想着 之后找机会脱离司马德操 此时战场上逐渐进入白热暴 司马德操的战舰正面通风 接连摧毁吴浩泽商队几艘突击舰 吴浩泽也已经瀕临崩溃 舰队指挥室内 吴浩泽分别向三大矿区星域地方势力舰队求救 只要诸位此次能够帮助商队渡过难关 今后商队在矿区星球进行交易时 将付出一成的纯利润交由诸位分配 无奈三个势力均以各自的理由推吻 吴浩泽不再留情面 告诉他们见死不救 将承担天方不绝领同等程度的追逐 三大商会考虑得失之后只能加入 而石堂号以隐匿姿态在接近战场 战场上司马德操的战舰冲到阵中被提火攻击 此时雷霆增压装置进入缓冲状态 而司马德老又完全不出力 司马德操寻色着只能等能量护盾渡过缓冲 再把商队一举歼灭 这时三大商会的突击舰加入战场 司马德操副官也在一旁建议先执行战略转地 等待能量护盾 但司马德操却没有退缩 在司马德操不惜代价的疯狂攻击下 三大商会的突击舰损失惨重 联盟撤退 而这边司马德朗脱离了战场 打算去拦截运输舰队 见到司马德朗将临阵脱逃 吴浩泽抓住这唯一生机 准备脱离战场 他想着只要把那件紫色品质剑的模块 带回天方伯爵里 就还有重来的机会 另一边的司马德操 得到了司马重达的支援 所有武器都锁定住吴浩泽的战舰 并火力全开 吴浩泽的战舰被彻底击穿 在战斗结束后 司马德朗立即赶来简陋 他请十三哥赶紧到一旁稍作休整 打捞残骸这种杂事 兄弟我自会一手包来 司马德操直接愣住 没想到司马德朗 已经与伤队火种战舰的残骸进行了接写 并抢走了詹力 暴怒至极的司马德操 只能眼睁睁 看着司马德朗开始收集残骸 而司马重达明白 此时几方实力不及 司马德朗只能先搞住 不能贸然出击 司马重达叹息着准备撤退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两个武装机械人 将他制止 一旁的副官直接抢过了指挥权 主炮充能则定司马德朗 转眼间导弹打破了司马德朗 作建能量护盾 紧接着司马重达的战舰刺了过去 将司马德朗的战舰撞了个破碎 形势逆转 太精彩了 见到司马重达 竟然用战舰直接撞了上去 司马德操也是悲痛晚分 他还以为司马重达对他忠心耿耿 不惜牺牲自己 而司马德朗战舰被撞击后 不敢再造次 乖乖交出了战力 就在进家两兄弟达成交易的同时 战场残骸中 悄然飘出一艘救生艇 王栋发射了小型探测器 前去追踪探查 然后解除了战舰的隐秘状态 向敌方靠拢 终于将战力平强到手的司马德操 彻底放松下 可惜他怎么也没想到 王栋战舰正在靠近他 几乎在司马德操发现池塘号的瞬间 王栋散步迷失粒子雷达锁定目标 主炮发射撕毁了司马德操战舰 原本就残破的外层装强 朗朗补偿黄雀在后 司马德操 你也算是自得起锁了 紧接着池塘号开始搜索战力平 王栋安装了搜刮到的紫色品质探索者 寻天雷达后 手里还剩下77元点 加上上次一空间战场的战力 已足够王栋支撑一段时间 次日王栋回到矿区 寻求跟踪司马仲达的探测器 也传回了消息 司马仲达的作件袭击司马德朗 无疑是叹处近将 因此让王栋有招揽司马仲达的可能 王栋找到司马仲达的藏身之地 随即拨打了急救电话 几天后 司马仲达醒来 看到王栋有点惊讶 王栋解释是自己叫来救护车 救了他并自我介绍 为避免麻烦 司马仲达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字 司马仲达感谢王栋之余 也很担心司马德朗的报复 他需要渠道和大量的金钱 给家人报信 司马仲达试探着向王栋解30万 王栋知道司马仲达的真正身份 并清楚他目前的困境 最重要的是王栋求贤若可 现在有施恩的机会 王栋自然不会错过 王栋慷慨地答应给出30万 司马仲达虽然惊讶 但也顾不上多下思考 荡天下午 恢复行动能力的司马仲达出院 他让王栋之后 按照他递出的联系信息来找他 并承诺他定会还钱 王栋微笑着目送司马仲达远去 很好 收尾完成 重生少年摆脱本命恶咒 改写人生诡计 王栋击杀了司马德操后 得到了约定的解药 自日清晨 王栋被正言吵起 他让王栋叫上大家商量 吴浩泽的商队遭到袭击仪式 天方伯爵令的商队 在矿区兴与全军部 而正言一行人前一段时间 刚刚找过吴浩泽的麻烦 几人有些担心会查到他们头上 看着老同学忧心忡忡 王栋事实谨示 吴浩泽的死 只有他投靠的那位第三子会动手包 他们这些小角色 是入不了第三层的演 闲聊了许久后 三个女孩各自回家 王栋与陈凌峰 可留下来上网 此时吐吐游正好在线 王栋与小姑娘聊天 得到了一位永运消息 金雀花联邦内最大的在野党 由原先的国公党 并为文明党 其党魁 可是金雀花联邦科学院的院长 中神秀 王栋记得这个中神秀 在竞选前期票数就一路领先 但由于中神秀向平民阶层 有限开放初代火种战舰 与段提出侵犯到特权阶层的意义 被财定为叛国者流亡国 文明党也因此心灵散落 直到两年后 中神秀卷途重来 成立革命军占领多个行政区 中神秀与金家之类的势力天然敌劣 也算是前世王栋的庇护者 几天后采矿日 在矿业公司停机坪上 矿场管理员老周 向王栋透露了一个消息 老秦的矿区 近期内就要转手给天国当店 以后公司的衡障标准 可能会有变动 听到这王栋内心忍不住感叹 商队袭击事件终于还是迎求到这里了 在矿区星球上的本土势力中 空沙商会势力最大 天虎商队财力最强 消息最灵通的则是翠鸟会馆 但上次于金家舰队的战斗中 空沙商队跟翠鸟会馆 仍是惨了 只有天虎商队的舰队保存完好 因此彼此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现在空沙商会与翠鸟会馆自身难保 自然就过不上老秦的矿区 不过再过一个孕 王栋就会放弃星际矿工这份工作 而这些变动跟王栋在无关系 矿船引进全海 王栋很快抵达池塘号停泊的位置 池塘号启动了蜃楼谱系统 随即进入了一空间战场 小胖子星际遇难 竟得老同学兴去 一空间战场上 池塘号侦测出敌方式 一级星际敌滚名 各项数据显示 对方没有什么威胁性 但可收获的原点收益极低 王栋有些失望 他启动了新装备的灵性侦测功能 进意外探寻到 舰载模块开始激光采矿箱 这下王栋有了动力 解除池塘号的隐秘状态 正面中方抢走了两件舰载模块 拿到东西后 王栋操纵池塘号 摧毁了这个采矿基地 吊然而去 这时警报响起 侦测到异常信号 池塘号的雷达探测屏幕上 一层银白色的小型飞行 免急降落 冒着火花在小行星地面滑行 里面走出一个 穿着宇航服的男子 这种飞艇 出现在这里多半有问题 王栋不想多管闲事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王栋发现这名男子 竟是封杀商会会长的小儿子 秦万里 也是他的老同学 这下王栋不好见死不救 他驾驶着矿船登陆小行星 同时池塘号也进入了隐秘状态 秦万里被陡然出现的矿船 吓了一跳 脸色震惊地看着王栋 原来秦万里是被天虎商队的人追杀 才逃到这荒无人烟的矿局里 其实 是我才进行一项秘密交易 这才也来天虎商队的追杀 听到秦万里坦诚这些大势力的一致交易 王栋连忙是以秦万里停住话头 他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秦万里笑笑表示 交易已经完成不用担心 这次也是因为秦万里的家人 都被人盯上了任务 才落到他身上 也因此遇上了天虎商队老大的儿子 陈秋被追杀到这里 了解情况后 王栋让秦万里先在池塘号上 避避风声过几天再回去 秦万里感激一下 两人躲了两天后 决定离开藏身的小行星蛋 王栋心想 被窥池塘号上有群天雷达 轻松监测出天虎商队的行踪 才不被发现 目送秦万里离开后 王栋启动矿船返回矿场 刚落地 王栋就看到矿工人怨声连连 接管的天虎商队各种收费 提考和机制极不合理 他们准备联合起来 抵制天虎商队 听到这里 王栋默然走开 天虎商队气眼嚣张 但我有池塘号 这些破事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 无良老板是人命如草剑 无底线压榨劳苦大工人 就在矿工们商量反抗的时候 天虎商队的人来到矿场巡视 并要求矿工们对此前使用采矿飞船 造成的损伤进行飞场 王栋则在一边冷眼观看 因为他很快就不是矿工了 无需理会此事 而就在王栋回到家之时 天虎矿业公司的新任主管陈霍 就站在他家门口 他给了王栋一份巨额索费盘 可去探索矿区深处的并数 意思很明显 赔不起就得乖乖被压榨 王栋看着并书思来想去 既然进费两难 不如趁这个机会 去那矿卖深处捞翼吧 第二天一走 矿场内许多矿工围着一艘 康斯坦兵三型勘探船惊变不已 众人都没想到 天虎商队竟然准备了 一堆破烂的老舟矿船钱 还假惺惺的安慰他们 船上装备了一次性的 小型能量护盾 足以保护他们 在场只有王栋知晓 这种矿船装备的是 压摔被引力场护盾 这种护盾拥有极大辐射 一经启动 未经过断体的普通人 必死无疑 等下大家按照班次 轮流领航 领航时开启能量护盾 王栋领取了自己的行程表 他被排在最后一班 矿区深处空域环境复导 考虑到别人王栋 打算选择一艘状态 比较差的矿船 毕竟他有池塘号作为底牌 没想到老使忽然冲过来 把王栋撞死 他认定王栋想要选择的矿船 必定上架 强先一步登上了王栋面前的矿船 不久之后 舰队朝着矿区深处航行 北船内天虎商对 化石人之子陈修专走 他们此番的目的是 探寻珍稀资源太金矿子 是为机密陈修叮嘱小弟不要外传 而小弟则认为 只有矿工才会到处乱说 陈修则昌恐表示 那些矿工任务结束后都得死 这时勘探船指挥室内 陈修与带领突击舰货房的陈修正在通去 陈修担心 这矿区里没有货 一切白赶 陈修表示不用担心 矿区大概率是有货的 而且他们手里 有当时未成名的真光大师 勘探过程的原始机 珍稀矿产都在他们签订的范围内 为言陈修又担心 此次行动会外泄 而神虎早就打算是成后 处理掉所有外人 连陈修的小弟也不放股 这时舰队即将抵达矿区 王栋决定提醒一下同行的矿工 他让基地给他们每人准备一杯雪荣花 雪荣花是矿工们之间的切口 一直辐射 太空老司机利用两杯酒 救下十数名同僚 九宝表示 他这没有雪荣花这种酒 众人起轰了起来 王栋随即让九宝 换成名为落日黄昏的酒 而这落日黄昏在矿工群体里 所谓的一次性小型能量护盾 有致命的问题且与辐射有关 随后矿工们被命令 进入矿区领航开地道路 他们都默契地没有开启护盾 不过矿船进入到矿区深层 环境也会变得复杂起来 继续往前 他们就要被迫开启护盾 王栋前往阶梯领航 并故意和一位老矿工讨论 有没有监视过一种难得的美景窝屋 而矿船前面不远处就正好有窝屋 窝屋指的是 平时处于平静的隐藏状态 一旦受到外界干扰 就会迅速爆发的引力潜流 此时三艘矿船穿过陨石带 很快进入到窝窝的边缘区域 王栋不再浪费时间 接通了公共频道 怒骂陈虎给矿工安装了 具有极强辐射性的 亚衰变引力场护盾 这会让他们必死无疑 你怎么知道 给你们装的是 亚衰变引力场护盾 陈虎没想到 陈修竟然直接承认了 气得脸色发白 假惺惺解释的 这种护盾是不存在任何危险性的 让王栋要相信天虎商队的信誉 王栋懒得理他的鬼话 加速向前方陨石海冲过去 其他矿工也抓住机会 一后而散 陈修气急败坏的下令跟上去 但陈赋却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时窝窝的引力潜流被唤醒了 开始疯狂震动 早有准备的王栋跟老矿工们迅速转向 同时脱离引力束缚 而他们身后 作死抢了王栋矿船的老师 却被引力潜流卷入炸成一团樱花 这时天虎商队的突击舰 来不及减速冲入陨石海 后方的勘探船也被拉扯到陨石海边缘 卷入引力潜流的突击舰 被接连不断的陨石攻击 随后被炸得粉碎 陈赋庆幸刚才没有跟着陈赋向前 此时矿工们已经逃走 陈赋的突击舰也被摧毁了 就在陈赋犹豫是否选择继续勘探时 王栋的矿船已逃离矿区 来到了早就等候在附近的池塘后 王栋还在心惊引力吞流的可怕 随即又发现 新存的部分天虎商队没有撤离 他又想到原本维持在动态平衡下的引力吞流 将会层层扩散 最终扰乱整片空域 刺棋死王栋终于是放下了心 再专业的船只 落在不专业的人手里都是浪费 更何况 还只是一艘残资品而已 狂轰烂炸火力全开 星际小霸首崛起 勘探船表面装甲被陨石砸得粉碎 陈傅发现 飞船只有船表面是流营装甲 而内层则是残刺品 陈傅此刻顾不得其他只想逃命 可惜密集的陨石拦住了他脱离的路线 并且飞船外层装甲开始破损后 内层也急速损毁 顷刻间勘探船已经到了崩坏的边缘 很快 失去了外层流营合金装甲保护的勘探船 直接爆炸解体 只剩下一艘救生舰紧急逃出 王栋解除了石堂号的隐匿状态 对救生艇发出激光炮后 派出武装机器人闯入残破的救生舰内部 将沉浮众人全部清除 无人生还 在读取了光脑资料的武装机器人脱离救生舰后 石堂号随即开火 救生舰也被轰成了碎片 以确保不留下证据 王栋看着搜索到的光脑资料 上面记录着天虎商队 勘探出来疑似太经矿藏的位置 但都在矿区深处极其危险 王栋并没有太当回事 将这份材料随意储存在箭带光脑中 驾驶矿船脱离池塘号 便客抵达了一处隐匿的陨石巡 这是矿工们临时聚集的前进基地 众人看到王栋纷纷上前感谢他 多亏有他提醒 大火才能躲过一劫 并提议让王栋成为矿区的画市人 众人起哄片刻后 询问王栋如何离开这是非之地 王栋透露如今空杀商会 已经买了两艘新的突击舰 这次天虎商队又折损了一艘突击舰 到时双方战旗肯定顾不上他们 让大家耐心等着两大商队的争斗告一段落 再找机会出去 两天后一直在外躲藏的矿船 终于回到矿场堤地 而矿区里天虎商队的人已经撤死了 看来他们真的输了呀 否则不会连矿区都放弃 空杀商会牛逼 就在王栋准备回去歇几天的时候 秦万里忽然出现 机动和王栋讲述战况 就在七天前 他们灭掉了天虎商队的舰队 老大陈龙都死了 高层仅存老三陈报 地盘也被空杀商会吞并打扮 彻底沦为三流势力 说罢秦万里为感谢王栋的帮助 要请他喝酒 那我就不客气了 矿区星球聚会 有人借酒行骚扰之事 且看美女老板怒成为所难 秦万里开着跑车带着王栋 一同参加林凯的聚会 林凯是翠鸟会馆的接班人 也是林家这一代的继承人 这林家曾在三百年前 培育过火中战舰 手下有多家翠鸟会馆 三世矿区星球 真正的地头蛇 林凯主持的聚会 自然也是矿星年轻一代的交流会 而此处聚会设在 黑石南绝 零数一数二的地方 立水山中 不一会儿两人便来到了目的地 林凯热情地上来迎接 看着林凯姿态摆得这么低 王栋想起前世 黑石南绝病重 又后继无人 王栋身为黑石南绝 博决岭这些隐患 他可以通过南绝岭这条渠道 更快强大起来 宴会大厅里 王栋碰到了正言 还看到了 魅族网咖的老板陆涛 和他的妹妹陆雅 以及皇家武馆的少关主 皇武一行人 秦万里说道 这些势力在矿区星球上 能排到二十名以内 谭小间 王栋引起泡开的茶 王栋称赞这茶味香 回味绵长不像本地茶 身后传来一道复合声 不错 矿星虽然经过多年的生态改造 但矿藏影响环境的缘故 茶叶都带上丝丝的铁锈尾 确实种不出这种天山绿 今晚用的茶叶 都是从高地紫学岭那边来的 来人是丽水山庄的老总高兰子 王栋有些腼腆和高兰亭打招呼 高兰秦笑谈着 王栋是为坑杀天虎商队的 风云人物矿区之 怎得如此束手束脚 当时是行事左边 再说有个矿区之 这是谁起的外号 也太难听了 高兰秦离开后 秦万里向王栋解释道 高兰秦背后的人 有一艘强大的火种巡洋舰 所以南爵府都对他很客气 不过王栋本事不解 拥有这么强大的巡洋舰 为何还要开这么一个山庄 秦万里也不知缘由 就在他起身准备 带王栋认识更多人之时 一阵嘈杂声响起 竟是两个天方伯爵岭的使者 借酒闹事 想要飞里服务员 林凯气得破口大骂 而闹事的人 还不知道在丽水山庄闹事 会有什么下场 高兰秦可不是好惹的 来人 把他们衣服扒了 一块布都不能留下 不小心误闯星际大战怎么办 找艘运输船 直接把他们丢回天方伯爵岭 王栋在与秦万里 押送闹事者的途中 得知高杰与天方伯爵岭 早已结仇 只是高杰被靠巡洋舰 倒也不去对方 第二天清晨 王栋一到矿场 矿工们便蜂拥而上地 叫着动作 新任矿场管理员也殷勤地 衝向王栋报告情况 从今往后 王栋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且采集的矿产 公司皆以试驾收购 王栋简单道谢 眼下他最关心的是 周老三的下落 原来他趁公司危难中保四囊 被老板打断手 发配监狱了 根据秦万里那边的消息 天虎商队剩下的陈报 与空杀商会达成了和解 退出矿区星球 矿工们也不用担心 天虎商队进行后续的报复了 变客后 王栋离开矿区 驾驶汤塘号 开启隐秘状态 进入一空间战场 谁知战场此时 正在进行一场盛大的星际战争 竟然是如此大规模的星际战争 巴伦亚文明 两位后选的战争 有点麻烦呢 嗯 只能逮着谁就揍谁了 枪灵弹引咒 王栋毅然解除隐秘 强势插入战场 池塘号凭借着坚固的装甲 所向披靡 随着池塘号深入战场 四周全是爆炸的火球与战舰残爱 战局已经进入到怀热化 警告 警告 发现高能反应 请立即采取规避 这是什么鬼东西 战场中 红方战舰会阻止 蓝方战舰的能量爆发 皆拼命冲向对方巨型战舰 池塘号则全速逃向战场外 寻天雷达的警报越来越低 能量反应已提升至临界点 王栋紧急开启能量护盾 本舰承受冲击准备 三 二 一 倒计时结束的刹那 南方巨型战舰陡然碎裂 爆发出难以直视的强光 将所有战舰卷入其中角度 竟然是引力坍塌场炸弹 巨型战舰提供的微弱能量 不足以形成稳定引力坍塌场 只要速度够快就能逃出战场 引擎超频输出 别想留下我 毁灭前世敌舰 一起来看星际时代最绚烂的烟火 舰体损伤程度不断加大 王栋强行提升动力 即将被引力场卷入的瞬间 除引擎爆发出一道蓝色炫光 以超越极限的速度逃出升天 从算是活下来了 回想刚刚的战况 王栋心生疑惑 那艘巨型战舰居然能以自身的微弱能量 引发出这么大规模的能量 探塔场 开启灵性侦测 池塘号很快在战场的残骸中央 找到并回收了一个神秘球状体 居然是微型引力探测场发生器 此乃此经王国限制级武器之一 引力探塔场烟灭坛最主要的配件 价值三万元币 元币就是在火种网络内流通使用的一种货币 王栋急着赶回去参加今晚的聚会 此次收获颇风 回去的路上 王栋将池塘号强化到了极致 这次之后 池塘号的战力综合平定等级已经提升至八级 已经可以在其他星系大摇大摆的现身了 王栋来到聚会 正言他们正在讨论之前 沥水山庄闹事者的事情 晚上 王栋躺在床上思考下一步的计划 再过两天 黑时男爵便会将他这个私生子接回府内 但男爵夫人更希望过去母系子弟继承男爵领 同时男爵本家贵族世家 也更重义族内小辈 再加上另一位仅十岁的私生子 也争取到一些男爵领本土势力的支持 王栋的掣肘除了这三位对手 还有男爵领周边相邻的地方贵族 接手之路可谓群狼还伺 前世王栋回府时遭遇截杀 当时的领队陈沙翼战死 陈沙翼作为王栋的潜在支持者和男爵心腹 身死之后 给两人带来了重大损失 这一次 我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这时 池塘号在小行星带发现了一艘火种战舰 正是上一世造成男爵领战队全面溃败的战舰 王栋登上池塘号 这一次 他要先下手为强 小行星带 正是他能大战手脚的优势地区 王栋释放大量空雷隐蔽的固定在陨石上 此处潜藏着好几股引力湍流 是绝佳的天然陷阱 空雷设置的时间快到了 王栋指挥池塘号离开军域 在池塘号撤离后不久 随着一阵急促的命运 潜伏都时的空雷被引爆 无数红色的光芒在小行星带闪烁着亮极化作一个巨大的空 这是星际时代最炫烂的天国 一夜深价暴涨 男爵私生子回归本家 大量空雷被密集的引爆 战舰顿时变成一团剧烈燃烧的火焰 等到引力湍流平息 石塘号返回摧毁痕迹并回收战火 不出所料 战舰上赫然刻着高地子绝岭的阴迹 几天后的清晨 一位行政工作人员来访 邀请王栋去放区行政官邸 王栋一进门 方兴治安总长 同时也是丁宁的父亲丁卫春 便热情地起身迎接 同时另一边的男爵骑士陈沙逸 已经拿出了血脉检测遗器 虽说他们一致认为 王栋的脸与男爵是一个母子刻出来 但是检验流程还是必不可少 变客后 两人欣喜地盯着针上闪烁的石灯 他们向王栋解释 此次邀请他前来的原因 检验血脉 确定继承人 检验结果已与证明材料 一起交给贵族议会审核 王栋假作震惊 自走出福利那一刻起 我就立下誓 一定要拼拨奋斗跨越阶层 但现在忽然告诉我 我本身就是特群阶层的一部分 丁卫春接着为王栋 介绍男爵岭内部情况 老男爵病重 目前并无合法继承人 多方势力争行推出后来人员 男爵夫人派倒不足为惧 王栋主要的对手是本家的两位子弟 其同为一母的王聚君 本家的两位子弟已经到达了男爵岭 一同前来的 还有由老男爵叔父所指挥的舰队 而王栋的弟弟王聚君身具不凡异能 他的母族在男爵岭内也有一定影响力 所谓异能 适直操纵 某种战舰时会获得某些方面的加成 王栋在前世便知晓 王聚君这作为最高机密的异能 便是紫色品质的深度收割 能够提升战舰原点获取率10% 前世某个叛徒将消息卖给近家 最后王聚君依靠食堂号被迫逃亡 在背景方面 王栋截然一身毫无竞争力 但是王栋也有着自身的优势 首先 他与王聚君一样 拥有更领同尘接受的男爵直戏血脉 男爵这次亲自派人护送王栋回 也代表了本人的态度 其次 王栋在矿区的英龙表现早已传遍男爵 丁城二人之前便因此是对王栋赞赏不已 现在与王栋畅聊一番之后 更坚定了他是继承人的不二之学 临走前 陈沙逸表示 明日上午便派遣一队舰队 不从王栋回黑时机 丁总长更是直接拿出了 精确花联邦进口的最新限量款 个人智能中端送给了王栋 前世是丁卫春可没有这么热情 看来是想要在我身上下注 前世惨死 归来仍是天真队友一枚 陈沙逸的护航舰队 加上丁卫春支持的巡弱舰队 应付接下来的星道团袭击 不会像前世那么吃力了 雷达系统发现目标 王栋让池塘后一直监视着的 天虎商队的侦察舰 终于开始行动 监控影像显示 一艘接驳艇正在通过引力光束 将一些物质传送到侦察舰内 王栋指挥池塘后 开启隐匿状态追了过 路上王栋用空雷摧毁了空间站 陈豹此时正在舰内幻想着 如何东山在此 侦察舰队突然响起急速的警报 失去了空间站清理的陨石 将外层装甲撞得粉碎 接着隐藏在陨石里的空雷被触发 刚常炸毁了侦察舰 一直隐藏在附近的池塘号上前 行而易举地将天虎商队 剩余家地召入囊中 此日清晨 陈沙翼与王栋登上云雀剑 起程航向黑石南绝岭 别了 狂信 正常航行速度下 时间便可到达黑石境 现在王栋他们所在的星域 位于黑石南绝岭 与高地子绝岭之间 黑石南绝岭与高地子绝岭 红野南绝岭 杀鼠南绝岭接约 其中又跟高地子绝岭有零部纠纷 这里算得上最混乱 最危险的境遇 王栋装作毫不知情的模样 询问陈沙翼此处关于星岛团的传闻 陈沙翼文言确实大笑不已 让王栋不必担忧 他根本没将这些老鼠们放在心上 王栋想到前世经历 内心无奈 又接着询问 是否会有高地子绝等势力 趁黑石南绝岭内斗发动突袭 陈沙翼仍是信心满满 坚信有王国律法约束 不足为据 还是过于迷信王国的权威 陈沙翼再次劝说王栋不必担忧 三番两次的暗示都无功而返 王栋寻思着只有挑明之说了 王栋将眼下形势解释了个透彻 舰队行踪 人人皆知 在返回南绝岭之前 将他击杀是最低成本的做法 谁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陈沙翼虽自信 但也不是傻子 本家无法脱离他的监控 袭击云雀舰 他立马误出高地子绝岭 很可能会与星岛团合作附地 随即命令舰队采用战斗停泰前击 突然指挥室内发出警报 得力助手前世惨死 重来一次王栋 绝不重蹈覆辙 雷达发现了天虎伤队的残骸 陈沙翼更坚信前方埋伏了星岛团 命令舰队加速前击 经过四天的加速航行 舰队已经完成一半的航程 通过前方不远的重动后 就能抵达南绝岭的防御区 而此时也是星岛团 突袭王栋舰队的最后的动手机会 前世的那次突袭 是发生在离开矿区星球不远的星域 白牙星道团与高地子绝领 舰队两面加紧 这次一切都不一样 我方已经给足了诚意 请您务必完成委托 星道团的首领白牙姿态 傲然地躺在自己的座椅上 捕视着面前的中年男子 斥责管家不讲心意 王栋的战舰规模远超之前管家所描述 一句话定金我不会退 没有援军 我也不会上去找死 管家表示 他们找来了刚古星道团与白牙配合 该两面突击为正面突击 刚古星道团比白牙强了不准一倍 堂文首领曾是金铁花联邦正规军出身 声名显客 这次他们是下血本 定要王栋消失在这片心域 明白了 既然是跟刚古配合 我自然会全力以赴 这时云雀号已经发现了 隐藏在周围的白牙舰队 陈沙翼极其果断地下达了攻击指令 则定白牙星道团的坐标方位开始攻击 紧随着五轮超市区骑射 整片星空顿时遍布绚烂的能量攻击 接着陈沙翼命令散布米湿力 恢复航向 保持战速更难决定提出 与此同时 白牙指挥室雷达屏幕上 闪烁着刺眼星空的弓 几乎是触发警报阵间 白牙星道团立即做出了规避反应 但还是实了 炮机的覆盖已经落散了 白牙舰队炸开了绚烂的火攻 连白牙号都被正面击中受创 白牙立即命令抢救 散布米湿力子模糊作标 他料定接下来的炮机命中率极小 不足为惧 果不其然 第二轮造成的损失几乎为例 只要稍作拖延 刚鼓一到就能扭转战局 就在白牙得意之时 连着四轮炮击起来 尖罪损伤 一次比一次惨重 整个白牙星道团被攻击研磨 接连重创 指星道团提昆盖 连中层指挥官都抱怨着请求撤退 白牙面色点心 刚鼓星道团并没有及时赶到 他们寡顾提供 就在白牙下达撤退指令后 管家却上前耳语了几句 白牙的想法立即被转叠 重生少年火力全开 星道团来一个灭一个 看到白牙舰队被单方面吊打的 毫无怀手之力 王栋钦佩不已 一直在暗中戒备的石塘号 又发现一支舰队靠了过来 同时云雀号的雷达也捕捉到了异常 确认敌方为刚鼓星道团 陈沙翼并未当回事 他认定只要进入虫洞 对方不会浪费精力纠缠 但王栋却回忆起了前世刚鼓死战不退 只是全员阵亡的情形 这次恐怕也没那么简单 这时刚鼓号单独朝云雀号追击了过来 陈沙翼仍是信心满满 他间隙云雀号搭载的加速模块 所以令他摆脱刚鼓号 但就在这时 刚鼓号化作一道蓝色的光芒 顷刻间赶上了云雀号 陈沙翼面色大变 立即指挥突击舰队拦截 阻止刚鼓号发动机型战 云雀舰在气氛凝重 王栋指挥池塘号以隐匿形态 全速靠了云雀号 准备释放空内 突击舰队完全无法阻拦刚鼓号的突击 王栋拒绝了救生汤撤离计划 而是要求陈沙翼为自己提供一套 外骨和装甲加入战斗 这次他绝不会重挡覆辙 就在王栋准备不顾一切拼命之后 一声轰然巨响 高速前进的刚鼓号建围 突然发生爆炸 速度迅速归零 王栋疑惑地看着補助面板 试图弄清楚爆炸原因 陈沙翼却毫不在意 只会继续全速前进 在云雀号准备撤离时 一道通信警桥突然连接了舰 竟然是司马仲达 他刚刚摧毁了刚鼓号建围 真处就生汤类 请求救援 实在是出乎王栋意料 陈沙翼虽觉得是陷阱 却也不得不考虑王栋的态度 王栋表示自己有人必报 且认为刚刚战局已经完全倒向刚鼓号 仲达无需设下这等陷阱来引诱自己 陈沙翼听闻赞赏不已 命令舰队静直攻向刚鼓舰队 失去主力的刚鼓舰阶且败退 眼看着云雀号就走司马仲达 目标就出 火种战舰对着刚鼓号猛烈一击 刚鼓号几乎列成两截 完全失去战斗力 陈沙翼连接刚鼓号通讯 奉劝刚鼓首领投降 首领却断然拒绝 依然赴死 就在陈沙翼竞推的打算 发出最后一击时 王栋却出手阻止 表示想与首领谈谈 王栋阁下作为黑师男局领的继承人候选 才是更加适合作为舰队代表 那么接下来 与刚鼓阁下的交涉 就为您全权负责 一顿输出连数两名大将 我愿称他为人力资源管理大师 刚鼓骁勇善善 王栋提出于他通讯的目的 便是希望将其照着灰心 刚鼓本就高傲刚直 文言大怒 宁死不屈 忠孝周培强 你放弃军人的尊业 又放弃跟随你多年的手足同胞 现在又准备放弃掉自己的生命 那么你是否已经把你身后的血海深仇了 也一并放弃掉父母 妻女乃至兄弟姐妹 周家剩下十数口的血海深仇 就这样被放弃掉了 你还是不是男人 刚鼓瞬间暴怒 想到自己以后无法复仇 眼泪不停掉落 他之所以还活在这世上 也是为了有朝一日 亲手将仇敌一措不扬灰 为了复仇 刚鼓放弃了一切 成为自己最厌恶的人 听着耳边王栋的一句句提讽 刚鼓的怨恨与不甘 在这一刻达到顶峰 曾经的他拼尽全力 却只将仇敌胳膊 卸掉一条而已 刚鼓怒骂王栋 幻作是他 面对如此强悍的敌人 他早已逃之夭夭 而眼见激将法奏效 王栋表示 如若是他穷尽一生 都要仇敌血沾血肠 刚鼓争重 大仇未保 自己怎么能轻易死去 可王栋事单力薄 就算跟随他 也无力与仇敌抗争 我给你的 是一个选择的机会 改头换面跟随 跟随着男爵领 逐步撞打 直到让你掌握 复仇力量的那一天 你没有资格 跟我讨价还家 要么死在这里 要么活着 等待着一个复仇的机会 严禁于此 王栋主动中断通讯 半小时后 通讯再次恢复连接 司马仲达宣布 刚鼓已经自裁 他作为刚鼓 新道团新指挥官 向云雀号发起头脚 而他的身后 固然站着头戴 特制面具 化名周泰的刚鼓 白牙与管家 不知所措地 看着刚鼓 与云雀号离去 震惊于刚鼓的战败 云雀号上 司马仲达与王栋 并肩眺望中 王栋向仲达的舍命相救 表示了感谢 并且询问仲达 掌管刚鼓舰队的情况 司马仲达表示 他当时虽是兵情想招 却也留了推 即使没有获得营救 仍可逃生 至于掌管刚鼓舰队 有刚鼓的协助 已经彻底涨风 王栋看中的 便是司马仲达的 冷定理智与不足能力 这下更坚定了 将其招着归下的想法 王栋向司马仲达 提出了邀请 司马仲达爽快答应 今后王栋便是他的推官 没有其他势力的拦截 云雀号很快 却抵达了黑石心空域 由于老男爵病重 去年开始 已经禁止任何战船 直接进入黑石心 云雀号很快 从外层轨道 防大的飞船空港 进入黑石心内 见到后居事前的 男爵府大管家沈福贵 王栋内心感慨万千 前世他可没有这般待 沈福贵是男爵的绝对亲戚 不仅实力强劲 且男爵病重后 府内大小事物都由他掌管 连男爵夫人都要礼让三分 让他来接机 充分体现了男爵的态度 现在王栋根本 无需勾心斗角 争抢继承人的位置 前世他就是没看清这点 才落得一败不敌的下场 王栋与沈管家 坐上了去男爵府的 悬浮列车 男爵早已等太多时 这场继承人之争 即将正式拉开帷幕 资生子回归本家第一关 与亲爹面谈 高速行驶的慈悬浮列车上 沈王二人彼此试探 沈管家满是赞赏地 提起了王栋对阵 刚不听到团骑 坑杀天火商队的事件 王栋谦虚表示 只是自保和无奈之举 看着王栋这副姿态 管家仿佛看到了男爵 年轻时一般 前世沈管家等到男爵死后 直接跑到别的星球庇护 不知所通 王栋心追这是个老狐狸 话里句句是性子 聊天中管家提起了 男爵的病因 男爵感染了未知微生物 身体机能被持续破坏 由于过于罕见 没有治愈手段 男爵领听说 金铁华联邦科学院 不久前研发出 成本高昂的通用型用地 已经派人去沟通 未有回音 两个月后回音倒是有了 等对方交加一万月弊 还不保证疗效 这是往死里后应吗 列车很快抵达了 男爵府邸白银之宝 王栋走进房门 终于见到了 他血缘上的后子 与记忆中一样 男爵受得多刑 现在他只剩两年可活了 你来了 走了 男爵目光灼灼 假作随意地问起 王栋为何自行对阵天虎商队 而不寻求帮助 王栋对答如流 表示首先不愿欠下人情 且球员无法完全解决隐患 其次坑杀天虎商队这件事 王栋确实早有预谋 轻易就与被胁迫的矿工们 达成了莫子 那为何 在一干被胁迫的矿工中 是由你这个自立最欠的人来主导这次行动 王栋表示 矿工不出头的理由 有千万种 难以知晓 他做主导者 则是认为成功概率很大 而且底线绝不能退 否则以后难以立足于矿工 非识男爵 赞场地点了点头 王栋确实在某些方面 与他年轻时十分想想 接着又问起了 为何仅凭一面之缘 却选择对司马仲达 以及对于钢谷的讲法 王栋皆一一作答 逻辑明确 回答略显单薄 但也能使男爵接受 至于钢谷 则是说已经战死 男爵一边遗憾人 还在陨落 一边问王栋以后的打算 王栋表示 一切听男爵的安排 绝不擅自作主 男爵无奈的同时 对他又更添了几个喜爱 临走前 男爵告知王栋 三天后 王聚军也将抵达白银之宝 三分女夫送王栋回房后 管家也进了厨房 两人聊起王栋 男爵很是欣赏 认为王栋有勇有谋 之前选择王栋 只是因为王聚军尚决年龄 谁又不想继承人 落入外人手中的 不得已之举 现在男爵却觉得 王栋之后的作为 甚至会超越自己 男爵敏锐地发现 王栋对他并无生疏感 但并未多想 王栋躺在床上 回忆着前世男爵死去之后 天方不觉 与靖家纷纷来移 自己只能在少数敌气 掩护下三方之后 虽说男爵没有在 成长之路上听一物 但是在男爵府 却十分照顾自己 这一世 他要好好保护这一世 据见星河时代 修习断体术 延年一首 书房内 卑识男爵拿出 修炼断体术的心得 与修行所必须的心草 并告诉王栋 其他事宜已经都安排好 王栋恭敬地 将两件东西接骨 朝着男爵行李告别 断体术的修行 同样是特权阶级 垄断的另一项资源 修行法门还好说 关键是修行入门必须的心草 也早已被贵族所控制 现在的心草 黑石男爵的心腹 也是黑石男爵境内 断体术修行水准最高的风筝 断体术历经数千年 已有十多个版本的更改 现翻为三个等级 分别为初级 中级 高级 三个普及大众的版本 以及若干个掌握在 少数人手中的后续版本 已经公开的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五个等级 初学者 没有等级 所谓后续版本 是指更高级的修炼 前世王栋也未曾接触 初级断体术中 包含36个 违背人体胜利的 高难度拉伸动物 修行时的肉体痛苦 足以让大多数人 望而却步 如果没有星草辅助 强曾修炼 星则残废 重则死亡 简单翻阅修行笔记后 黄栋在身上 均匀塗抹了星草 正是进入修行阶段 这些内容 他前世早已熟悉 静待半个小时 最续后的星草液体 完全褪色 黄栋开始了 修行第一步 首先是第一个动作 极力向后伸展 灵灰一边为他 讲起动作要领 一边全露如雨 均匀落在王栋身上 宇宙能量 初次注入身体的痛苦 悲喜均常 王栋强忍下来 由前世的精力辅助 煎熬奋惯死后 王栋感受到了 宇宙中的游离力量 一旁的灵灰竟为天人 王栋竟一举完成了 两个阶段 这通常需要半个月时间 于是紧锣密鼓地 为王栋安排休息 与接下来的训练时 照此进步 王栋一年之内 便可完成 断体术入门的休息 王栋希望灵灰 能够对自己的休息 进度保密 灵灰答应 不会泄露给男栋之外 训练结束 安排的晚宴时间 也将近 脸色苍白的男栋 微笑着与王栋打招呼 旁边的男栋夫人 施芳华 却脸色冷散 她的出身家族势力庞大 对王栋也抱有一定敌意 但王栋明白 尚意识 夫人是男栋去世后 坚定不移 执行男栋计划的支持者 在进家来袭之时 还尽最大的努力 帮助自己逃离 另一侧坐着的三个小飞 便是男栋的三种 各个神色欣喜 显然是对这位新来的大哥 很是好奇 在男栋的招呼下自我介绍 三位分别是 16岁性格田径的王军 年纪12 可以达到断体术 初级四等的王军本 以及王聚军 王聚军拥有提升战剑原点 获取率10%的紫色品质 深度收割一年 眼前姐弟三人 在男栋生死后 都随王栋 一同踏上了战剑头 王栋看着他们 目光亲切 三桌上气氛其乐融融 而男爵夫人却目光闪烁 这个四身子 似乎比我想象中的 要更加粗碎些 王栋看着眼前久违的景象 星光荣喜振振暖流 这一世 他定要保住这一切 我是重来一世的作弊者 他却是真天才 训练场上 王栋一行人就灰死汗水 场上每个人的训练动作 都被王栋收入眼底 相比灌难聚军 年纪十二 却能完成二十六个动作的王栋北 展露出了不俗的天赋 与我这种重来一世的作弊者不一样 他是真正的天才 说话间 完成训练的王栋北 注意到了角落里 独自训练的王栋 他最初入门 却能完整运行 一套动作的王栋大为经济 提出挑战 王栋当然不敢与 经过了宇宙锻炼的王栋北 相抵制 小命要紧 随便搪测过去 眼见着来到训练五分 拜托你们 在外面 对我的断体术修行进度保密 不要说出去 众人答应下来 午饭时间 架不住王俱军的请求 午饭在王栋 述出抗拘里的冒险故事中结束 办后 马达通过投影报告情况 经过维修后的刚古舰队 已经纳入王栋的编制 将是拥有一艘火种战舰 三艘突击舰的直立舰队 这边 池塘号也一刀尾 结束通话 王栋一边心不在焉 逃过了李狱可 一边谋话 找机会出去一趟 另一边 和对南绝一家的心迹 让南绝对王栋表示非常满意 南绝夫人却有别的看法 王栋确实优秀 但我施家里的青年儿郎 也不见得会差 对此 南绝却表现得不以为然 不管是施家还是本家 如今对他们一家的恭敬 都只是不于表面 等到真正坐上黑石南绝这个位置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难道王栋上位就没问题吗 他没有背景 光靠着自己就想坐稳这个位置 哪有那么容易 我顺着所 迟早跟你走的 但怪难怪没怎么办 其他不说 光是耕古星道团的例子 我就相信他一定能做 穷小子腰身一变 成岭地继承者 吓得他赶紧踩个矿 压压惊 见南绝如此相信王栋 南绝夫人轻碰一声 十分不屑 南绝微笑 沉沙翼担任新妇多年 如此鲜明的战队 恰恰证明 王栋的能力非常优秀 所以令老权幸福 此次耕古星道团覆灭 的确是要归功于王栋 南绝夫人文言 将信将疑 这些是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军界 与军略的年轻人 似乎有些太夸张了 南绝确实仍是微笑 和夫人分析 却有此事 王栋的能力不容置疑 而且 等到王栋坐上南绝之位 灌难关为姐妹的安全 便有个弊 加之他重视亲情 也不会对南绝夫人 有任何不敬 十方华的脸色缓和许多 一回又复杂起来 对南绝说 先前南绝派人接回王栋时 他已经将这个消息 告诉了后体 施加已派人四下散布消息 南绝脸色烧变 回到此事 他会安排解决 让夫人不必担心 另一边 管家审不贵目瞪口呆 多年来 他还是首次如此事态 你想明后天出行 去见陈沙翼 上空港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 在黑石兴系的小行星带里 红温一下你的狂工生活 一旁的王栋 笑眯眯的表示 最近的环境变化过大 他想踩个棒 压压起来 虽然无奈 管家还是同意 请去南绝后 会为他安排 喜欢同框工 没问题 满足他的所有要求 自日星辰 林辉穿戴全身装甲 与几个保镖 在王栋住所前报道 此次出行 黑石兵刻意为王栋的路线 进行了交通管制 清除其他车辆 确保出行通常 车队抵达一处庄远 陈沙翼早已亲自 等候在门口 热情迎见王栋 并为他介绍 一同等候的年轻人 他的儿子陈子 前世陈沙翼 为首位南绝领战死 便是陈子宫自成副业 继续效忠南绝领 同样战死 见到人才 王栋内心起了心思 询问父子二人 可否让子宫 担任自己的过程一段时间 跟随南绝的继承人 那就是下一代南绝新部 父子二人自然是满口答应下了 我必紧紧跟随 王栋阁下的脚步 黑石兴大气层外 一艘交通艇 飞向空港 停机平上 司马仲达和刚果 早已等过多时 尖装 宁辉和陈沙翼 只想离去 二人随即向王栋 会有情报 这段时间 多亏有陈沙翼骑士的病 我们的供应物资 才没有被人动手脚 但长期占用 沙翼骑士的补给份额 难免引起他手下的不满 近期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这边兄弟们还算安稳 不过有人试图跟他们接触 到谈情报